我們臺灣在到湯酒瓶的增口 現在是越來越多 在這裡差不多已經有兩百多萬人 紅金端出來 十一月十四是世界的湯酒瓶質 在十一月最後的時候 在台北中間紀念當中 就有免費太減 也要選團湯酒瓶的為高 二一 二零二零二零 聯合國世界糖尿病日 正式起跑 關心湯酒瓶的專家和國建宿 找他到幾個家會 因為找到他要在中間紀念當基盤的萬優會 會有免費太減和做會走路運動的活動 醫生表示在本面的社會 萬聖病是越來越嚴重 這條湯酒瓶的台灣人是越來越多 二千還有歐數 目前我們臺灣的盛行率大概在十到十一% 那有一個比較精確是十一點二 可以這樣來說 但如果說現在做診斷的病 大概兩百三十萬是國家估計 那許智英教授的估計大概還有一百一十萬人 到一百二十萬人是沒有被診斷出來 經濟研究的疫情跟二千年相比 日空四公年的時尊 四十歲以下得到糖尿杯的因素 1.3.6倍 二十歲以下1.9.2倍 社會糖尿杯委告學會 推出人工地匯博部 只要加內就能掌揚相關的委告組織 國建宿也提供 當年一百變匯的健康檢查 讓六十五歲以上的時代人 歡迎賓獎 隔離用 提早發言 提早治療 記者臨師好 夏桂林 大家報道